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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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部光碟叫什么 聂缘 你看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 这典型聂缘 这太太很勤奋跟先生一起卖菜 那结果自己由善根 喜欢念佛拜佛 然后开始学吃素 不是自己煮很方便吗 家里没有小孩就两口人 这个先生就是有邪见 听别人讲 就是一直破坏他 吃饭的时候这个先生就拿猪油 太太这个猪油很香 就把它掺在他的饭里 把肉藏在他的饭里 那太太也没办法 后来人家叫他 你先生不喜欢你念佛拜佛 那你念在心里 不要去跟他抵触 就他念在心里的时候被他先生看到 有时候嘴会动一动 对不对 他现在觉得很生气 该行做杀猪的 然后呢 就听了一个邪见 说按猪脚的比杀猪的罪还重 按猪脚的要下地狱 人家教他的 你这样去对付你太太 你太太那个学佛修行的心 就会毁掉了 他每天一大早 带他太太去屠宰场杀猪 叫他太太按猪腿 然后自己要杀 自己杀还说 太太按猪脚的要下地狱 按猪脚的比我动刀的罪还重 那太太就是生不如死 那同修你有空来到场共修了 看看这部片子 结果这样的逆缘状态 这个女的 由于她到心间地 最后也成就 当生就成就了 当生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还超度了很多的死猪 为什么 因为她在按猪腿的时候 也给他念佛 也给他念三皈依 所以你说听这个故事 那这个先生破坏人在修行 很可恶啊 不是很可恶啊 是很可怜的 他不知道佛法 因果的道理 或者他看到佛法的时候 没有一个很好的缘分 让他欢喜相信 他反感 他批评 他毁谤 所以我们收尾这样的可怜人 其实相当多 不知道因果 那不知道佛法的重要相当多 那他就是一天 过着一天 随着年华老去 人生的目的 还有价值意义 不知道在哪里 对 对 对